第561集 魏家又是个很自信的人 尤其是当他用起血白龙胆的时候 魏家又相信 自己就是那颗能给人调命的千年人参 不仅可以给病人调命 而且可以给医生调命 魏家又站起身给自己补了一轮香水 再将写了大部分的论文打印出来 才去往凌然的办公室 凌医生 你封了我的账号密码 魏家又并没有兴师问罪的架势 相反 魏家又的脸上带着笑容 有种自信和调侃的意味在里 凌然点了点头 看向魏家又 哦 是 没有解释 没有说明 也没有郑重和严肃 看起来就好像凌然 在付出租车费似的 所以说 你已经知道 我要写一篇有关于你做的心肺复苏的论文 凌然点了点头 哦 我本来准备等论文写完了 再给你辅证 魏家又说着客气话 用手挠挠鼻子 秀了秀手腕处的人身味 在满足的微笑 你是没有看到论文 你如果看到了就不会担心了 我的论文对你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魏家又的态度有些居高临下 从他的角度来看 自己确实是在给凌然提供便利 为了证明自己 魏家又干脆拿出了写了一大半的论文 递给了凌然 你可以看看 我只是将你的成果广而告知了 凌然接到手里 一点都不客气地翻起来 徒手抄长心肺复苏观察报告 开篇就将云华医院急诊中心 凌然医生给写了进去 后续的内容似乎也是以赞扬居多 然而 如果你是问我的意见的话 我是不会赞同的 凌然将论文放回到了桌子上 这是让你声明确起的好机会啊 魏家又用手斗了一下论文 想想看 我们选一个国际级的会议 登上讲台 我讲这篇论文 徒手抄长心肺复苏观察报告 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以后 我再将你介绍出来 全场一定是成片的欢呼啊 魏家又伸手向上 做出一个宏大场面的模样 作为护士有名的医学界新星 魏家又回国以后 就不断地得到机会 这既是因为他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医学博士的名气起作用 也是他的导师 狄院士的原因 同时 也不免有魏家又的性格的问题 凌然奇怪地看了魏家又一眼 声名雀起和成片的欢呼 意义何在啊 如果仅仅是为了声名雀起和成片的欢呼 而非心肺复苏本身 凌然对此还真的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魏家又意外地看懂了凌然的表情 事实上 魏家又经常会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有类似的表情 完全地不感兴趣 魏家又对许多事都不感兴趣 对许多人和事都会露出不感兴趣的表情 但是他想象不到 竟然会有人对自己表现得不感兴趣 魏家又皱皱眉 就算你自己想要写论文也不受影响的 而且我相信我的这篇论文可以提供一些新颖的观点 并不会 余缘皱着鼻子走进来 闻着空气中的人参味颇有些咸气 魏家又笑了 从不同的角度看待相同的事件 林医生的论文已经完成了 已经完成了 魏家又注意到这个词 已经完成了 你可以看看我的论文 然后再做决定 魏家又说完 转身就走 于员遥望着魏家又的背影 感觉自己正看着一只 从长白山的老林子里 挖出来的千年人参 正扑塔着一身的身心 那是欢快的 执着的 坚韧的 自信的迈着步子 这是魏家又的论文 于员看到了办公桌上的打印文件 凌然点了点头 写得好吗 挺好 比我们的呢 凌然轻轻地笑了笑 对于具有完美级心肺复苏技能的医生来说 小人神经的自信 并不会提升他的论文档次 于员拿起魏家又的论文 谨慎地研读起来 所谓人的名术的影 魏家又在国内医学界的名气已经有了 那就不容小觑了 而且深谙论文之道的于员更知道 有的人还真的是可以把三流的成果写出二流的味道 回想到魏家又离开前的自信 于员不得不多放两份心思了 我先去处置室了 凌然将电子病例扫了一遍 就不愿意待在房间里 给于员说了一声直奔楼下 我也去 于员一把抓起论文跟上了凌然 一边走 于员还一边看着论文 好在她的碰撞面积较小 有凌然在前面开路总算还不至于撞到 写得还真可以 于员走在后面说道 凌然赞同地嗡了一声 就她所知道的数据和信息来说 是不错了 对吧 她这个想法说起来还挺牛的 于员又看到下一页 嘖嘖两声 确实又笑了出来 可惜喽 赞牛的点子也就是个点子 她没有亲自参与 就不知道我们做的心肺复苏是什么样的 是 针对不同病人的不同情况 心肺复苏总是有不同的 所以说 她的有些观点还挺正确的 像是这个 提前开放高级气道 保证氧气的供应量 可惜咱们的论文里都写了 说到此处 于员犹豫了一下 到时候咱们的论文发表了 会不会被魏佳佑误会 咱们有看到她论文的 论文置后于操作本身 凌然回头看了看于员 于员闷头走路且看论文 险些一头撞上凌然 被凌然用手掌 生生地给抵住了 于员茫然抬头 转身笑了 说得没错 不管论文里说什么 都不如我们做的有效 不用考虑这些问题 凌然摆了摆手 目光已经放在了处置室中 想看看有哪个新来的 有意思的病例出现 于员看完了魏佳佑的论文 倒是能够体会到 魏佳佑同志的 一两分自信的缘由 确实是非常不错的论文了 但是她如果看过 凌然的论文的话 大概不会自信满满地离开了 我们怎么回复人 魏佳佑 把我们的论文上传了 她查虫的时候会看到的 凌然说着 就冲着一鸣腿上流血 正在嚎哭的小孩子走去 许多医生都不喜欢 做儿科的工作 一方面是儿科的业务繁杂 等于是半个全科大夫 而不会说话 或说不清楚话的孩子 又让病情的判断变得困难 所谓雅科事业 另一方面 儿科的家属越来越求全责备 也是众所周知的 当然 最主要的问题 还是儿科的收入低 而工作强度大 在开药很少 手术也很少的儿科世界里 大部分医院的儿科医生的收入 只有内科医生的一半以下 药改过的医院里 就是儿科只有外科的一半 不过 这些问题对凌燃来说 都不算是什么问题 要是有选择的话 凌燃宁愿病人都不懂得说话 也免得病人不停地说话 套近乎 递条子 留电话 加微信 求全责备和收入低 对凌燃来说 就更不是问题了 这个世界上 有的人是泡着苦水长大的 有的人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 有的人天生就是颗大钻石 孩子有什么症状 凌燃站到一名实习生身后 询问起来 实习生本来准备给小孩包扎伤口 听得愣了一下 回头看到凌燃反而更加紧张了 实习生就像是医院里的小宠物 有的可爱 有的懂事 有的像二哈 有的丑笨讨厌 但是 实习生有一个共通点 他们与家里的宠物一样 总能敏锐地判断出 家庭的权力分配 现在的急诊中心里 凌燃管着一半以上的床位 又不是位好说话的医生 后续新来的实习生 遇到凌燃都有一些战战清京 比陶主任等好说话的老主任 还要畏惧 实习生的手指哆嗦两下 才小声说道 三岁又童 玩耍的时候弄破了腿部皮肤 伤口很小 准备消毒以后包扎 我看血都流到脚上了 凌燃随手就戴上了手套 抓着小孩子的腿 看了一眼 发现确实是不需要缝合 不要缝合的话就没有凌燃什么事了 凌燃顺手擦洗了一下伤口 附近还是有些奇怪 这么小的伤口 流这么多的血 有查过血吗 啊 就是不小心给弄破了 就别抽血了 带孩子来看病的父亲 也不是第一次来到医院 知道给小孩子抽血有多麻烦 啊 现在看流血的速度是不快 都快要凝住了 没道理流这么多血 凌燃稍微有些纠结 你没孩子吧 这小孩子弄破腿了疼得很 一会哭一会闹的 伤口刚好一点就又弄破了 正常 哦 弄破多久了 这个两三个小时吧 我就是被他闹得遭不住了 才来到医院的 你们给包扎一下 我们回家休息去就行了 我也知道你们医院里忙 不浪费你们时间 也没那么忙 凌燃示意家长坐下 自己也坐在了对面 虽然有点不情愿 但是家长还是抱着孩子 坐了下来 也就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本来懵懂的小孩子 突然就眉头一皱 痛得哇哇哭了起来 哎 不哭不哭啊 哎呀 当爹的手忙脚乱 又抱又哄 一边摇晃一边说道 哎呀 估计我又把他给弄疼了 哎呀 爸爸不小心啊 对不起 不哭了 不哭了啊 凌燃咳嗽两声 回忆了一下 霍从军交给自己的 符合病人期待的礼节 再客客气气地说道 您贵姓 家长被医生客气地有点心慌 啊 免贵姓牛 哦 牛先生 您以前受伤像这样小的伤口 有疼过两三个小时的情况吗 家长愣了愣 迟疑了片刻 呃 没有 不过我们那时候都是皮孩子 我小时候在村子里啊 天间地头乱窜 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生惯养啊 哦 疼痛这个机制是属于人类的 呃 啊 家长没听懂 凌燃又轻咳两声 整理着语言 哦 我的意思是 即使娇生惯养 你的孩子也不应该哭这么久 所以 我建议你再多做几个检查 家长一律地望着凌燃 还低头看看他名牌 才迟疑道 那个 灵医生啊 不是我心疼钱啊 我是不想小孩子再遭罪了 就说抽血 要是一次能抽到也就算了 我们家孩子上次抽血 连扎四次针 心疼的我呀 孩子现在看到针头就哭 您看 您现在是 担心有什么问题吗 这样吧 那我先给做个体格检查 你给放到床上 我来看看 灵燃没有做过门诊 参与过的会诊也不多 就诊断来说 是比较缺乏经验的 但是 灵燃的诊断学的基础 还是很扎实的 在医院里 她的诊断学的成绩 就是常年第一的排名 在获得了专精级体格检查技术以后 理论上做整个小门诊 应当是没什么问题的 事实上 灵燃长期在急诊科的处置室 和抢救室里流窜 做出的诊断已经不牢少了 只是并非基于门诊的判断而已 若在确实需要做诊断的时候 灵燃掌握的大师级磁共振阅读能力 专精级的B超阅读 完美级的X光片阅读 还是能够起到相当的作用的 不过比起影像片的检查 体格检查明显更容易让家长接受 灵燃看着小孩子躺上平床 并没有按照体格检查的一贯顺序进行检查 而是第一时间伸出已经在口袋里暖过的手掌 掀开了小病人的衣服 将手掌放在了他的肚子上 轻轻地按压两下 小孩子毫不迟疑 哇的一声一点情面都不给狂哭起来 这是做什么呀 当爹的也要哭出来了 我再摸一下 灵燃用另一只手逗逗小孩的脸 像是逗大橘猫似的 小孩依旧在哭 就是哭得没有那么惨了 灵燃趁机又将手放在小孩子的肚子上 再次做了按压 就算小孩子的目光被灵燃所吸引 但也就迟疑了两秒钟继续狂哭起来 很疼是吧 马上就好 马上就好啊 灵燃并没有立即松手 而是继续按压了几次 她的体格检查只是专精的水平 但也够用了 另一方面 一百次的腹部解剖经验 此时能够带给她巨量的信息 根据腹部的软硬程度 甚至包括孩子的痛哭程度本身 灵燃就可以得到部分的结论了 然而 孩子哇哇的哭声 让当爹的怎么都忍不下去了 她抓住灵燃的袖子 医生 娃儿都哭成这样了 你这是 但不是因为腿疼在哭吧 灵燃转头问她 然后又按了几下 当爹的一愣 这个简单的逻辑问题 可回答起来却不容易 这 不是腿疼的话 是因为什么呀 有可能是长套叠 我给你开一个B超 现在就去检查 事不宜迟 哦 是 好 那 那个 啥是长套叠啊 简单跟你说吧 就是小孩子的肠子套叠在了一起 像是一节肠子捅到了另一节肠子里 这是婴幼儿常见的疾病 而且 是危险疾病 灵燃看家长确实不懂 就说得颇为浅显 危险吗 但是 怎么突然就长套叠了呀 因为小孩子的肠子 就有六七米的长度 而腹腔的空间又小 肠子很容易就叠进了错误的位置 比如刚开始吃腐食 就有可能发生 一般孩子长套叠都在两岁以下 三岁的发生几率略小一点 所以 你先去检查 好好好 当爹的抱着孩子走了两步 又停下来 你说 会不会跟我们喜欢甩着玩有关系啊 什么叫喜欢甩着玩 哦 就是 我儿子喜欢我提着他的脚 然后在空中甩来甩去的 每次我提起来甩他 他就咯咯地笑 说完 当爹眼巴巴地看着凌然 不会是 凌然的表情非常精彩 心想 他爹小时候也喜欢这样玩他的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563集 去把渔园叫过来吧 再给儿科说一声 让他们准备空气灌肠机 要有空闲的医生的话 就派一个过来看看 长套叠 四个小时左右吧 长套叠是标准的急诊 发展快的不到24小时就致死了 不过 四个小时属于最初级的状态 小孩还只是哭闹 有充分的时间来进行处理 当然 以儿科医生的繁忙程度来说 这样的非急诊的急诊 他们很可能要拖很长时间才来人 与其等着 还不如急诊科自己做了 在这一点上 霍从军与凌然的思想是相同的 明明急诊科就可以处理的症状 为什么一定要找专科诊室呢 专科诊室那么忙 时不时还会推脱 有时候 嫌弃急诊转诊的病人症状轻 还懒得收人 以至于急诊科得求着他们做事 而急诊科不能独立处理轻症的理由 除了医院政策之外 也就是医院政策 只要医院政策通过 急诊科随意扩张一下 多雇佣一些医生 轻症独立处理 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中国医院的急诊科与国外医院不同 国外医院因为要负担无人负责的病人 以至于急诊科入不敷出 许多医院或被迫或自愿地取消了急诊科 欧美影片中的急诊科漫长的等待 也都是源于此 但是中国医院的急诊科是没有这种麻烦的 逃贪的病人和家属固然是有的 负担不起医药费 或者因为种种原因而赖着不走的病人也不少见 可总的来说 医院急诊科至少都能自负盈亏 能够自负盈亏 自然是想扩张多大就可以扩张多大了 除了医院政策的限制 凌然现在就想要一个急诊儿课 连借用空气灌肠机的麻烦都省下了 实习生就稍微有点分不清状况 小声问 不等确诊的B超单子回来吗 他也不是第一天干活了 知道科室间会诊的一些复杂情况 最浅显的一部分就是别浪费人家的资源 患者要是真有长套笛那没说的 儿科怎么都要想办法把机器给准备出来 比起那些掉瓶质感冒 开药质便秘的急诊患者 凌然这里的小病人显然更需要医疗资源 但是如果人家准备好了机器 你这边说弄错了 那就不仅仅是笑话了 儿科也要埋怨急诊医生的 凌然却是很快说道 不用快点去安排 实习生没什么挣扎的意思 赶紧跑去打电话 等一切搞定 实习生放下电话才吸了一口气 凌医生做事还蛮爽力的 所以才是凌医生啊 护士站的小姐姐听她说到了凌然 立刻分出了一些注意力 给满脑满自汗的实习生 实习生也赞同地点头 并露出满怀畅想的表情 护士站的小姐姐用眼角一扫 就知道实习生脑袋里想的是什么 她见过的实习生啊 比实习生见过的病人还多 而大部分的实习生 基本都是一个母子 林医生说 不用等B超的确诊是吗 护士小姐姐决定做个好心人 实习生嗡了一声 这样子病人回来 就能直接做处理了 林医生说不用等 你知道为什么 护士小姐姐又低声问了一句 实习生觉察到了内在的含义 茫然摇头 林医生可是治疗组的负责人 而且人好技术好 大家都喜欢 你自己开单子 如果不等确诊的话 可要小心了 实习生瞄懂 同人不同命嘛 经历的多了 自然就知道了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 能不用等确诊 就开单子 实习生自嘲的笑两声 护士小姐姐随手一刀 等你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概就知道 要再分斗多少年了 于员和病人 同时来到处置室 凌然拿到B超图 先是细细地看了一会儿 才递给于员 有扫描到同心园 程度不算很深 你去做空气灌肠吧 凌然的治疗组里 只有于员用过空气灌肠机 自然就是交给她来做了 凌然自己都得先在旁边观摩 于员直接在PID上看了B超 同样是做了确认 才点点头问道 病人家属呢 在这儿 在这儿 近在眼前的小孩父亲 连声答应 满脸的焦急和愧疚 玩坏了自家孩子 那种担心和自责 让他的手心不停地出汗 抹完了裤子 都是汗津津的 就你一个家属吗 家里还有人来了吗 孩子的妈妈很快就到 当爹的更担心了 于员嗡了一声 空气灌肠器要在X光下使用 我们现在去放射科 家属来了可以直接进来 听到X光 小孩父亲不由浑身不自在 那X光有辐射 一定要用吗 长套叠有两种解决方案 一种是空气灌肠 一种是手术治疗 如果拖的时间太久的话 就只能手术治疗了 于员坐了这么久的住院走 说话也开始变凶了 小动物凶起来更害人 恰此时 小孩又哭闹起来 当爹的顿时手忙脚乱 过去吧 机器应该已经准备好了 凌然抬他下巴 率先往放射科去 不一会儿 小孩的妈妈也狂奔而至 已经拿到了知情同意书的余缘 望着小孩母亲害怕 伤心 畏惧的表情 开口就说 长套爹是24小时内可能致死的严重疾病 好在你们送过来的及时 还没有发展到必须手术治疗的程度 我建议现在就立刻开始治疗 以免失去最佳治疗时机 一句可能致死 就吓得小孩妈妈浑身发抖 他顾不上再打老公了 问道 那现在怎么办呢 你们按住小孩 我来操作 小孩不适合打麻药 你们一定要稳住了 一会儿 三岁的小孩就被端上了操作台 只见余缘拿着一根胶管 一头塞进了小孩的屁股门 小孩哇哇的就哭了 逼得家长只能拼命地压住孩子 好了 余缘以最小时间单位 完成了灌肠 再将胶管一拉 就被喷了一手的扁扁 凌然欣慰地点点头 他听说就是这样的 如今看来 提前观摩还是很有必要的 术后八小时都不能吃东西 余缘一边收拾残局 一边镇定地做医主 小孩子妈妈连声抱歉 也上前帮忙 灵医生 谢谢你啊 要不是让您给发现了 我们可就麻烦了 小孩爸爸将孩子搂在怀里 一阵地后怕 在等待的时间里 他已经百度过了长套碟 并深感害怕呀 没事就好 灵然点了点头 看着小孩子安稳的表情 心情也颇为不错 如果说做儿科医生 有什么优势的话 那就是儿科病人 是有很大几率 完全康复的 这是肿瘤科 各种胸外普外中 并不总能见到的情景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五百六十四集 灵然 周医生插着手 从外面悠哉悠哉地 走了过来 周医生 正好遇到 说一声啊 我这边接到个电话 车祸 好像伤到肝了 你要不要过来看看呢 周医生脊背挺直 真的好似闲逛路过似的 灵然抬头 看看放射科的门卡 很自然地道 好啊 我正想要做 肝切除手术 就是说嘛 我猜你就是想做的 周医生立即满脸 堆笑地拉着灵然就走 两人一边走 一边聊天 急诊而咳的病人 切了啥 啥都没切 啥都没切 你们为一堆人啊 长套蝶 长套蝶不是要切肠子吗 怎么着 被普爱抢了 前妻发现空气灌肠就好了 有点没劲呢 后面 小病人的妈妈紧紧地搂住儿子 瑟瑟发抖 后怕不已 低声道 哎呀 做医生的好可怕呀 是有点 老公也几倍发凉 小病人的妈妈听着老公的声音 心神烧松 旧恨涌起 一只手掐住老公的后腰 恶狠狠地说 你再敢踢我儿子的后腿 我就削了你的命根子 挖了你的眼睛 把了你的舌头 掏出你的肠子 把舌头和肠子系在一块 做成弹弓 把你的命根子 眼珠子 心肝脾肺胃 一颗颗地打出去 听明白了吗 凌然不履轻盈地来到接诊台 瞅着门外 等救护车来 现在的城市拥堵越来越严重 救护车在路上磨蹭半个小时的 比比皆是 医院急诊科 倒是显得没有那么着急了 周医生先是吩咐手底下的小医生 检查一遍各种应急品 又约了科室会诊 就挨着护士台笑呵呵地说 林医生啊 你刚才不是说 想喝英式下午茶来着 现在要不要去我办公室里泡一壶啊 我没说 凌然对周医生这样的小伎俩毫不在意 周医生却是微微一笑 你是想喝嫌麻烦 我知道的 我没有 凌然头都没回 接诊台上的护士 小姐姐笑了笑 周医生 是你想喝吧 哦 凌然提了一嘴 林医生不是那种扭扭捏捏的人 再说了 林医生喝茶就喝茶 从来不会说什么英式下午茶 周医生同样呵呵地笑几声 小护士得胜归巢 获得了护士台内 其他两名护士的一致赞扬 挂钟过去了三秒 五秒 三十秒 坐在电脑前的小护士 突然停下了工作 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泡过茶好了 林医生不喝什么英式下午茶的 你就知道了 那我在群里问一下谁有壶啊 啊 还要红茶 牛奶什么的 都有 杯子 主要是杯子 三名小护士说着话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就将一壶英式下午茶做了出来 壶和杯子是某位行政科的女士 赞助的来自某个医药公司的礼品 虽然有段时间没用了 但妆盒之前都用高温消毒过 此时取出再洗干净 上面的发廊掐花依旧鲜艳无比 拳头大的骨瓷杯也很漂亮 白生生的胞胎 仿佛能透亮似的 倒入红色的茶汤 视觉效果九十九分 林医生 喝点茶吧 救护车正好遇到了红玉灯 还要等十分钟左右 接诊台的小护士将全套的下午茶 端给了凌然 并配了牛奶的同时 还在好看的小碟子上 放了两块手工松饼 凌然只迟疑了两秒钟 就道谢接过 英式下午茶的仪式感很好 不论茶的本位如何 热乎乎的茶水 就能让人体会到休闲的气息 周医生黑黑的笑两声 我的呢 你带保温杯了吧 小护士插腰看向周医生 周医生乖乖地递出了保温杯 轻声说道 这里面还有枸杞啊 要不要 要 小护士就将保温杯里的热水和枸杞倒掉 加了红茶进去 倒点牛奶 下午茶嘛 还是得补充一点能量的 小护士一眼给倒了一点点的牛奶 附带一块好力有的派 就转头不理周医生了 周医生端着保温杯 稀溜稀溜地喝着红茶 倒也甘之如鱿河 灵然端起白色的古池杯 家隔壁的二大爷的柳叔 仿佛在默默地旁观着 接诊台上的绿罗似的 过了十字路口 再三十秒 接诊台的护士 接了电话放下 就小声地通知了一声 普通车祸 对云医急诊科来说 就是普通的一例病案 凌然放下了 喝空的茶杯 整理了一下白大褂 再戴上手套 心情就沉浸下来 对于刚刚学会干切除的凌然来说 每一次实践 都需要做一次心理建设 病人四十八岁 男性 意识清晰 腿部腹部外伤 大量失血 血压一百零六七十五 脉搏七十七 呼吸二十四次每分钟 推车入内的救护车人员 大声地报告着 凌然和周医生先后来到车前 病人还睁着眼睛 打了声招呼 医生啊 现在的医生都好年轻啊 我看一下 凌然说着 查看病人的腹部伤口 果然发现一条 很可能伤到肝部的破口 我在车上看了 肝部估计有破裂了 必须要快点手术 随车而来的患者家属 同样想跑着跟车 并提出建议 凌然哑然地看向对方 我是中医药大学的副教授 教公共卫生学 病人是我老公 凌然向他点点头 走 直接去手术室 立即有护士站出来 开始打电话给手术室 我再看看 周医生 帮忙 凌然指挥着其他人 将病人轻轻地改变了一下身位 病人的妻子轻声说道 小心肝 小宝贝 病人失血过多的嘴唇颤动着 眼神也有些虚弱 只见他无力地捏着老婆的手 别在外面这么喊 咱们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怪害羞的 谁喊你了 我再给医生提醒 对医生说 那就更不应该了 病人吐出阴红的血水 惨然一笑 完蛋了 渴血了 周医生立即拿出手电筒照了照 刚刚绷紧的身体又松弛下来 你是嘴里咬破肉了 凌然这时候也看稳了位置 在轻轻地挤压窗口附近的肌肉 刚刚患过身位的病人 失血顿值 病人的妻子大为惊讶 你把血给止住了 临时止血措施 怎么做到的 外部挤压 有时候也能起到暂时性止血的作用 病人妻子愣愣地看了凌然几秒钟 忽然有所醒悟 你姓凌是吧 芸衣的灵医生 是 凌然回答得很痛快 芸衣也没有第二个姓凌的医生了 听说你给刘微臣做了根剑修补术 同为云华医学界人士 病人妻子听过的传说就很多了 此时之前想到的第一个例子来说 凌然点了点头 又说了一个事 你该签知情同意书了 好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 病人妻子拿到知情同意书 只扫了一眼 就刷刷地全签了字 总计六七份 没有一点点的停顿 她是非常清楚地知道 这时候签字越快 对病人才越好 进手术室了 凌然和周医生看她这个样子 也是颇为轻松 说了一句就各自入内换衣服去了 病人妻子被拦在了手术室外 迟疑了一下 凌医生 你们谁来主刀 周医生毫不犹豫地说 凌然主刀 凌医生不是骨科的医生吗 我干切除做得也很好 止血 皮藏切除 膏丸切除 我都做得很好 凌然此时没什么要隐藏的 大方地说道 病人妻子听到最后一个词 眼角不由地抽了抽 再咽了点口水 那就 请林医生费心了 嗯 凌然点头转身去了换衣间 门外 病人妻子呆看着蓝色的墙壁十几秒 在惊醒室地掏出手机 手指颤抖地点开最近通话 并拨了出去 黄教授 我老公已经进手术室了 嗯 芸医的凌然 那个给刘微臣做手术的医生 应该吧 您就不用急着过来了 小宝贝 我的小宝贝了 病人在手术台上喃喃自语 意识已经有些不清楚了 今天在急诊中心手术室里 值日的麻醉医生苏家福 站起来看了看 经脉通道打开了 血袋热起来了 周医生 周医生看看监视器上的数值 体内渗透压不断增大 哎 数值稳定 等主刀来了 让他做决定 哦 好 话说林医生和你一起过来的吧 怎么还没来啊 苏家福有点奇怪地问了一句 林医生喜欢术前洗澡的 不像有的人 衣服一换就出来了 寻回护士和对着人名等信息 顺便鄙视了周医生一把 周医生呵呵地笑了三声 我是赶时间过来 有苏医生在 你再快能快到哪里去 护士一点都不信的样子 比起许多的普通医生 苏家福这样的麻醉医生 在维持人体的生理机能方面 还更有经验 周医生耸了耸肩 要说起来 麻醉医生一天到晚地住在医院里 就像是长期住院总一样 成长起来还真的是非常快 今天的器械护士苏孟雪 则是听着寻回护士的话 眨巴眼睛问道 林医生每次手术前都洗澡吗 而且换内裤 苏孟雪的小左惊讶地 绝成了一个句号 寻回护士郑重地点头 而且林医生洗澡 都是打两遍沐浴露的 苏孟雪愈发震惊 张开嘴 嗷的一声 不会错的 周医生更加震惊了 惊讶地张大了嘴 露出了啊的表情 你怎么会知道的 寻回护士鄙视地看了看周医生 当然是猜的呀 要不然呢 你猜的还说得这么信誓旦旦 像是林医生这样的精致医生 一定会打两遍沐浴露的 寻回护士坚持己见 并有为之奋斗的信念 手术台上 病人有些迷迷糊糊地 睁开了眼睛 我在哪儿啊 肯定不是天堂啊 周医生叹了口气 望着漂亮可爱的小护士 苏梦雪看着他遥望手术室门口的新型表情 最起码天使不能这么厚此薄笔吧 刷了一声 手术室的气密门开 露出穿戴整齐的凌然 以及一名新派来的 一名有点让人记不住名字的住院医 林医生 诶 林医生 小护士们惊喜地打起了招呼 苏梦雪更是娇悍地说 林医生 我都有好些天没跟你一起组队了 凌然偏着头想了想 嗯 确实如此 是吧 是吧 这次手术一定要一起做好啊 苏梦雪做出鼓励的表情 并高喊 Fighting 十九岁的女孩子长得又精致漂亮 不管喊出多么中二的口号 都不会让人感到尴尬 反而容易让人会心一笑 只有手术台上的病人 转着眼珠子含糊地问 你们在聊什么呀 啊 我们再说数数的事 三 二 一 苏家福骑着圆灯而来 就好像老君骑着牛 摇摇摆摆地晃动着 不等一句话说完 就将病人给麻醉了 再看看监视器 稍等了一会儿 好了 翻了 行 那就开始切嘛 周医生的伸透鸭开始减小 就好像一只吸出了盐分的咸鱼 盐被刷掉 皮肤都显得更有光泽了 当然 周医生还是选择了助手位 站在灵然对面 随时准备承担体力活以外的任务 体力活有二助的小助院一座 周医生想抢 人家还不一定愿意呢 患者支血近两千毫升了 挤压止血也不能长时间地使用 所以 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是为患者做全面的止血 其次才是挽救器官 灵然说过了手术目标 又说道 字体书写可以吗 她是看向苏家福的 苏家福露出一张高考六百分麻醉医生的脸 没问题的 那就采用字体书写 如何使用字体书写 也是灵然最近一段时间才学的 主要也是云医的急诊科里不断地推广 如苏家福之类的麻醉医生 都已经学得颇为深入了 灵然等一切准备妥当 再打开病人的腹腔 只见一汪的鲜血瞬间就涌了出来 先切砸 灵然的手瞬间插住了病人的腹腔中 手套从白变红只是一秒钟的功夫 周医生腰部挺起 伸手抓起抽吸器 一言不发开始抽吸 然而 腹腔内的积水积液 却是怎么抽也抽不完的样子 周医生心里顿时一紧 这是医生最害怕的一种场景了 大家在打开腹腔前 都讨论得开开心心的 腹腔打开 里面的场景却是如此的陌生 人体就是如此神奇 以至于采用再先进的仪器 依旧难以预计到所有的可能性 一些外科医生坚持要求看到 以至于放弃了许多先进仪器的原因 也与此有关 灵然同样意外 但不像周医生那样紧张 手术事业基本丧失 没关系 那就无数也的情况下做结砸 只要把失血严重的血管砸起来 抽吸的速率大于失液的速率 那树叶也就可以渐渐地清晰起来 所以将问题分解一下 就可以看到 关键只是结砸几条失血的大血管而已 当然 出血点从来都是外科手术中的重点和难点 可是对掌握有完美级徒手止血的灵然来说 找寻出血点只是有一些复杂 要花费一些时间而已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 第五百六十六集 灵然的手进入病人的腹腔的血水中 不断地搅动着 给她在旁做助手的周医生 和面貌普通而明南界的住院医 已经是彻底看呆了 周医生知道灵然在干什么 可知道是一回事 见到又是另一回事了 现在的情景 等于灵然在摸黑缝针 而且是给人体组织缝针 那堪比规则标准有序的工业品 要困难的多得多了 很快就好 不要着急 灵然还有空安慰医生周医生等人 啊 不着急 周医生只能低头看着抽吸器 这个时候这个场景 他能做的就是人体抽吸了 手术室外 中医药大学的黄教授匆匆而来 他是得到了消息以后 就开车出门 因为逆着车流高峰的缘故 只比救护车晚了二十分钟左右 就到了云华医院 李小宁 黄教授离这好远 看到人就喊 走了几步才多补了一句 李教授 李小宁 黄教授 李小宁胳膊用力 将自己撑起来 勉强地笑笑 您还是过来了 这么大事我肯定得来啊 你老公开始手术了吗 看时间差不多了 哦 我找个熟人 黄教授说着 拿起手机拨了出去 片刻后面上堆笑 哎 老陶 求你个事啊 我这边有位朋友的老公 因为车祸送过来了 客客气气地讲完了电话 黄教授将之收起 再松了口气 哎呀 老陶是云医的主任医师 他一会儿会直接带咱们进手术室 黄教授 谢谢您了 李小宁身为病人家属 已是风寸大乱 黄教授点了点头 啊 这种事不用客气了 咱们先去手术室看看情况 实在不行 我也还是个备选嘛 李小宁与黄教授和陶主任 约好了在手术区外碰面 两人等待了约没两三分钟的时间 李小宁已是明显地变得焦躁起来 不过 他自己也算是医生 也知道医生们有多忙 就只能强自忍耐着 眼睛望着手术室的方向 还不知道凌然现在做到了哪一步 李小宁是越想越担心 越担心就越心虚 生怕自己做出的决定 并不是最佳决定 凌然通过病人自身体重的挤压 以及外部按压来做枪内止血 对李小宁来说 那动作可以说是有些神乎其神了 但是救命所需要的 可不只是徒手止血 或者体外止血啊 算算时间 副枪应该是打开了吧 应该是先给副枪止血 然后处理肝部吧 不可能先去处理四肢伤对吧 正常来说应该是这样的 云医急诊中心的水平还是可以的 你不是见过医生吗 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林医生年轻了一些 我怕他天马行空的点子太多了 凌然搞了一个助灵跟剑修补术出来 已经是很厉害了 你不要瞎担心 等会儿逃主人下来 咱们就进去看 估计马上就到了 我快到的时候就给他说一声了 黄教授尽心尽力地说明 云华冲医药大学是所211大学 因此也收集了不少的知名专家和教授 其中一些是单纯的学术型的教授 但大部分都是临床和学术并肩的专家人士 事实上 在医院这种实践性如此之强的行业内 临床相关专业的学者 想要单独地做一名学者 或许是更困难的事 被李小宁请来的黄教授 就是一名精于创伤控制的专家 他也在中医药大学附属的云华中医院任职 现在的中医院的主要业务 就是手术和中西医结合 不像是李小宁关心则乱 黄教授现在心情颇为稳定 就他所知 以云华医院急诊中心的水平 起码有七八成的机会 能保住病人的性命 早一点晚一点进手术室 都不会太影响他的发挥 老黄 陶主任脚步匆匆地过来 在空中捂了一下手 刚给患者取了一个异物 咱们就不握手了 这也算是解释了自己晚来的原因 黄教授联盟配合的笑两声 不握手也好 当医生的都不要握手才对啊 陶主任点了点头 再看向后面的李小宁 您是李教授是吧 刚收到消息 您可要稳住了 病人家属也是一份 很重要的工作呀 李小宁嗡了一声 再挤出一个笑容 陶主任 这次麻烦你了 我们家 等我老公出院了 我们再一起上门感谢 当你老公出院就行了 你们想去手术室吗 我的建议病人家属要么就别去了 我能行 陶主任 我知道您的意思 看自己家人做手术 感觉肯定是非常的难受的 但我也是医生 我曾经就给我弟弟做过手术 虽然是小手术 急救手术毕竟不同嘛 我有预计的 陶主任 从车祸开始 一路上都是我看护着我老公的 情况我也熟悉 我保证 进入手术室以后 不干涉医生的正常治疗 做手术的是凌然 他也不听你的 陶主任虽然不怎么管事 急诊中心内的人事 他还是门清的 林医生我见到了 我还给黄教授说 不用他再过来了 林医生的技术 我是相信的 陶主任 我就是想看一看 好吧 陶主任的超级老好人的 属性发作 点了点头 我先带你们去换衣服 然后进手术室 但丑话说在前头啊 你们得全程听从 我的话和主刀的话 优先听主刀的 你们要是同意 咱们就去 不同意就算了 同意 李小宁一个刻板都没有 好 行吧 陶主任硬弄下来 带着两人出发 气氛稍微有点紧张 黄教授拍着陶主任的肩膀 咱们都放松些好了 林医生现在可以说是 咱们云医的明星医生了 李教授啊 你刚才不是说 灵然的体外止血 做得出神入化吗 稍大一点夸张的说法 让李教授的紧张 略略地缓和了些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五百六十七起 进了手术室 再换上几手符 黄教授自动进入 医生状态 笑问陶主任 你刚才说 取了个异物 取了个什么 哦 茄子 今年第五个 还是第六个了 黄教授一听 满脸的钦佩 哦 你一年取了六个茄子 嗯 你别说啊 茄子还蛮难取的 小年轻们搞不定的啊 不就是得咱们出马呀 有道理 哎呀 六个茄子 是啊 你别光看数量 大小才是关键 我今年取的茄子 最长的才二十五 不到三十厘米的样子 听说有取过三十五厘米的 人家那个才是气派呢 陶主任渐渐地来了弹性 黄教授在自己身上 比划了一下二十五厘米 乃至于三十五厘米的长度 赫然不已 陶教授一时感慨 活到老学到老啊 别看咱们当了三十年的医生了 人体的神奇啊 哎 再看三十年也是看不完的 说话间 两人就到了手术室门口 并与李小宁碰面 啊 进去吧 陶主任也不再多说什么 伸脚踩开了手术室的气密门 手术室内超安静 不喜欢说话的凌然默默地做事 周医生和二助同样是一言不发 李小宁腿抖的都要站不直了 手术室里的医生都不聊天了 说明什么 泪水不可抑制地从李小宁的眼角里流了出来 他生怕在这种时刻干扰到医生们的操作 于是用手捂出自己的嘴 只是干流眼泪 黄教授同样是瞬间失声 他也没有开口说话 而是轻手轻脚地往前走了两步 想要观察一下患者的情况 就算是创伤控制的专家 他也没有起死回生的本事 有的创伤是无法控制的 或者本可以控制 但是丧失机会也就彻底失控了 病人的腹腔内一片狼奇 被暴露出来的肝脏 已经被切掉了三分之一左右 只看到这里 黄教授心里就是咯噔一下 因为肝脏切除而死掉的人太多了 尤其是急诊紧急肝切除 许多医院的统计数据 都是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死亡率 肝有点脆了 灵医生忽然出声 语气平静 好风吗 周医生问道 不好风 不光脆而且大 和鹅肝一样啊 这个大型脂肪肝加强版了 我回头提醒一声病人 嗯 再检查一下 没问题就官复吧 灵然自己完成了检查 向后退了一步 就扯下了手套 刚刚进门的三个人 急急地看向灵然 陶主任 灵然原本以为是来观摩的实习生 见到主任医师出现 还是有些惊讶的 这 这是 李小宁指着手术台 手指都在颤抖 灵然隔着口罩 好半天才认出她来 点了点头 哦 病人手术基本完成了 成功 你到病房等我们吧 病人官复以后要进苏醒室的 完成了 成功了 嗯 又干切除了三分之一 另外病人付枪内有多处窗口 我都做了止血 灵然说到此处 已经是准备出门了 李小宁再次捂住了嘴 这次泪水流得更多了 确实有力气站稳了 腿 腿疯好了吗 李小宁眼看着灵然要走 又喊了一声 性命攸关的问题解决了 自然要更进一步地考虑了 会不会残疾 会不会有后遗症 会不会疼痛 会不会溜疤 灵然踩开了气密门 哦 缝好了 李小宁伸着脖子去看 就见腿部撕裂的伤口 果然被剑断缝合的缝线给拉紧了 而在手术台上 那只很容易被人忘记名字的住院医 就眼巴巴地看着李小宁 灵boss看不上的毛腿 正常是可以交给一柱来缝合的 然而 周医生对毛腿或者光腿都没有兴趣 二柱就幸运地揽到了这份活气 事实上 包括官妇的任务 灵然都是留给二柱的 周医生也只需要站在一旁 辅导一番即可 李小宁失血过多的脸色渐渐地红润起来 眼瞅着二柱又年轻又丑的样子 怎么想都不放心 说道 官妇我来 等我洗手 李小宁说着就往手术室去了 黄教授一把拉住他 你上次官妇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四 四年前 李小宁有些记不清了 黄教授怂怂肩 我来官妇好了 接着 黄教授看向陶主任 来都来了 就让我官妇吧 行吧 陶主任嗡了一声 对周医生和不太记得名字的小住院医说道 这个黄教授是咱们中医药大学的创伤专家 病人是他同事的丈夫 周医生和小医生都欧了一声 算是默认了黄教授的参与 后者迅速地出门洗手 再进门戴起手套 开始做官妇 周医生看着他的手法 忽然饶有兴趣地问 黄教授 您上次官妇是什么时候 黄教授愣了愣 站在主刀的位置回忆了半天 记不太清楚了呀 陶主任说道 也有四年了吧 可能吧 但我经常还是做创伤缝合的 官妇小意思了 黄教授说着 低头翻着病人的肚皮 两眼专注的 像是大肆学生复习的高考题 黄教授 官妇要么我来 周医生说归说 以时将位置给占了回去 黄教授顺水推周地让了位 周医生自信满满地 开始一层层地官妇 黄教授看着看着 也就慢慢回想起了几个关键点 表情也变得自信起来 问道 你是主治吧 云医的主治还要官妇的吗 怎么可能啊 我们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去官妇啊 我上次官妇还是感恩节呢 今年的感恩节 去年吧 黄教授一肚子的吐槽 愣是吐不出来 他上次官妇是四年前了 还就是比人家久远 被从主刀位置上赶下来的小住院医 怯生生地举起手 我上周刚做过一例官妇 上上周 上上一周 都官过妇 李小宁浑身乏力 望着一屋子不靠谱的医生 想哭又想笑 又想哭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568集 将病人送出手术室 送入苏醒室 李小宁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就不想起来了 苏醒室是麻醉医生的地盘 完全不接待病人家属 黄教授同样跟了出来 再对李小宁笑了笑 不管怎么说呀 人事就活了 接下来再吃吃中药 休养一下 又是一条好汉哪 李小宁勉强地笑了笑 嗯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凡是往好处想嘛 这个我就先去急诊室了 你们有事再来找我啊 陶主任也劝说了一句 转身准备走 李小宁叫住了他 陶主任 那个 我想再跟着看几台手术 行不行 看凌燃的 是 嗯 行吧 你们也都是夜内人士了 不过最好给灵医生说一下 这样也方便一些 李小宁有些不好意思的说到 能不能请陶主任 您给引荐一下 我知道这个要求可能有点过分 行吧 陶主任再次答应下来 就她的经验来说 凌燃对关膜手术一类的要求并不排斥 黄教授对凌燃的手术也颇感兴趣 出于来都来了的精神 就兴致勿勿勿地随着陶主任和李小宁去找凌燃 处置室内 已经接到了新病人的凌燃等人围坐一团 好粗啊 呃 断掉了 能接吗 怎么弄断的 几名医生的脸上显出不忍足毒的神色 年纪轻轻的小护士们则更显得兴奋和好奇 病人则是满脸的哀莫大于心思的表情 就不断地嘟囊 我老婆血污倒的 我老婆血污倒的 你老婆血污倒的 跟你这个阴京断裂有什么关系 于原处理好了那名长浩蝶的小病人 再次回归了零治疗组 相比吕文斌等人的感同身受和兔死胡碑 于原的表情完全是出于对临床医学的热爱 病人闭着眼 睁眼看了于原一下 就又重新合上 口中喃喃自语 我老婆说给我跳钢管舞 让我躺下面 后面的情节顿时让人一通脑补 尽量给你保留一颗高丸吧 凌人就地做了详细的检查 再看着片子做出了决定 病人的精神力终于集中起来 保留一颗是什么意思 右边的肯定是坏死了 没有保留的价值 左边的要看到才能确定 凌人实话实说 说到黄教授周医生等人都夹紧了双腿 病人抵死不从 终究没能战胜现实 于是众人又浩浩荡荡地前往手术室 参观了凌人的高丸切除术 李小宁看着凌人熟练的动作 再回想起他之前说的话 不用难难道 这么看的话 林医生的技术应该是非常好的 怎么说呀 林医生之前就说 他擅长切除干皮和高丸 李小宁停顿了一下 指着落入托盘中的小肉蛋 他好像还真的挺擅长的 做得确实是干净利落 你别说 凌人的手法是真的不错 指哪打哪呀 李小宁不解地看向黄教授 黄教授已向凌人问了起来 林医生 你做过高丸癌的手术吗 凌人忽然眼前一亮 帅气无比地看向黄教授 没有 您有高丸癌的患者 啊 高丸还会得癌症啊 灵治疗组的实习生正军 惊诧莫名 几率比较低 但的确是有的 黄教授微笑着回答一句 内容却令人心冷 凌人颇有些期待地 看向黄教授 他现在掌握有四种切除术 分别是完美级蓝尾切除术 大师级肝切除术 大师级全皮切除术 和大师级膏丸切除术 理论上 凌人完全可以对这四种器官的 原发性癌症进行外科切除 但是 切癌所要求的可不是一般的自力 急诊科也完全没有切癌的资格 尤其是肝癌 情况极其复杂 就是肝胆外科的医生都要历练多年才能主刀 并没有凌人发挥的空间 相比之下 脾脏 蓝尾和高丸的癌症要相对简单一些 但依旧等闲遇不到遇到了没资格切啊 黄教授笑两声 啊哈哈 这个我们医院有一位高丸癌的患者 他的顾虑比较多 最近都在吃中药 哦这样啊 凌人点了点头 人家不愿意做手术的话 那就没办法 其实我觉得可以让你和他谈谈 你们都是年轻人 也许比较好谈话 你可以和他聊一聊 劝一劝他 周医生咬紧牙关 忍住不笑 周围人齐齐地咬紧牙关 忍住不笑 刚刚进行了高丸切除术的手术顺内 所有人严肃的像是一术的松鼠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 第569集 凌晨4点40分 值班室 护士王家和住院总余员 以及刚刚结束婚嫁的归陪医 马燕林同学 围坐一只酒精炉子前 望着扑突扑突的 周山咸鱼煮鲜肉汤圆 眼睛都有些发直 马燕林是因为累的 结婚是件辛苦的事 婚后生活更加辛苦 马燕林两眼无神地望着鲜肉汤圆 大脑一片空白 只在抽搐的时候 双手无意识地抓脑两下 鱼园和王家则是因为 咸鱼煮鲜肉汤圆而两眼发直 尤其是饿了一晚上的鱼园 更是愤愤不平得到 我觉得鲜肉汤圆 也算是能吃的东西 但是煮咸鱼的目的是什么 怕汤太好喝吗 至少是咸的 总比甜汤咸汤圆好吧 王家望着转圈起起伏伏的汤圆 食欲不断上升 嗅着一汤的咸鱼味 食欲又不断地减退 可以吃了 马燕林忽然说了一句 整个人似乎都放出了光彩 并自无鼓励的 吃饱了再干有力气 十碗饭一滴血 说着 马燕林当先夹了一块咸鱼 就埋头大嚼起来 你慢点吃慢点吃 你是结婚了以后 家里不开火了 还是怎么回事 御元看着马燕林吃东西 突然觉得没那么饿了 马燕林嘟囔道 没什么空吃饭 要么是冷馒头 要么就是泡烂的面 这么惨 你结婚后生活在干什么 于元无比惊讶 马燕林咽下了嘴里 酥脆了软烂的鱼骨 盯着于元 你说呢 于元用脑子想了一下 恍然大悟 我说呢 是啊 我们昨天给医病人切了膏碗 原因竟然是 你猜原因是什么 马燕林浑身一紧 默默地放下了筷子 是因为他老婆会跳舞 马燕林大笑三声 走廊的尽头也传来了笑声 经过层层的吸音之后 笑声变得软而柔 僵而远 王家明显地缩了缩间 是回音吧 回音这么远 哪里有这么慢的回音 于元的表情严肃起来 低头看了看时间 凌晨四点四十四分 四十四分 王家重复了一遍 马燕林笑着站起来一抹嘴 去看看 病房里又不是没有人 就算是 女人的笑声 从更缥缈的空中 飞了出来 马燕林的脸色微变 停下了步子 怎么了 我们海边的人 有时候是有些讲究的 一般遇到这种事啊 像是我这种 刚刚结过婚的男人 不适合出面了 马燕林呵呵笑两声 转身坐回到了酒精炉边 咬了一碗汤 稀溜稀溜地暖和着 王家问 为什么 因为阳气不剩吗 因为刚结婚就死 太残忍了 马燕林抬头说了一句 又稀溜稀溜地喝起汤 于远也沉默下来 过了半晌说道 可惜手里没有黑驴粪 正在喝汤的马燕林 不由得放下手里的汤碗 哎 一般人都是用黑驴蹄子的 那是以鸽传鹅 只是因为黑驴蹄子 沾上了黑驴粪 所以才说黑驴蹄子能辟邪的 我研究过这方面的历史 我认为最早时期使用的 都是黑驴粪 我不信 要是黑驴粪有用 谁还用黑驴蹄子 不怕花钱吗 请来做法事的人 当然不怕了 他们要用黑驴蹄子 你就得杀驴 杀了驴以后 难道好意思不给他们吃肉吗 于远用看穿一切的表情 看向医院的走廊深处 黑驴驴也是一样的道理 马燕林听得呆住了 你 你是真研究了呀 是啊 那对付这种事情 最好的策略是啥 哦 躲着吧 于远缩回了炉子旁边 恐怖片里死掉最多的 就是好奇心重的那些 只听砰的一声 于远话音刚落 就有人使劲地敲了敲门 一名小护士兴奋地冲了进来 病人清醒了 啥 马燕林抬头满脸的惨白 小护士对她的表情很嫌弃 一开视线 林医生昨天做的手术 那个中医药大学的夫妻 丈夫现在清醒了 哦 对了 林医生还没来吗 林医生快到了 病人清醒了就清醒了 为什么这么吵 大概是因为病人全家都是医生 觉得是意料之外的惊喜吧 听他们聊天就感觉好丧啊 各种觉得要死了 觉得醒不过来 怕后遗症太严重 没想到24小时不到就清醒了 数据还特别好 ICU的医生说 再住两天就可以转普通病房了 病人家属在哪里笑呢 他们做谈话顺利了 陶主任给开的门 陶主任还没回去睡 也是刚来 听说陶主任经常睡沙发 天不亮就给老婆买早餐 有时候为了能睡到床 新闻联播看完了就赶紧跑去睡觉 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就睡不着了 跑医院里来 小护士随口就是一串八卦 王家听的眼睛发光 陶主任还有这样的黑历史啊 什么黑历史啊 这是正在发生的事 所以陶主任今天早上来上班 一点都不稀奇 这样算的话 陶主任和我们起床时间差不多啊 马彦霖这么回想着 心情都愉悦起来 余颜在职的时间最久 听着就呵呵地笑了 别瞎传了 陶主任晚上回家都是骑自行车的 新闻联播的时间他还在路上呢 这样 那他也不给老婆买早餐呢 当然不可能了 陶主任起床的时间 早餐店都还没开门呢 他一般都是凌晨三四点 给老婆开始做早餐 蒸包子啊 煮豆腐脑啊什么的 自己做豆腐脑 是 陶主任的手可巧了 他年轻的时候 做紧急狼尾炎手术 那时候咱们医院 还有好多狼尾炎的急诊 陶主任一刻中就能做完一例 马彦霖听得心持神亡 唉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 能到陶主任的水平啊 快了 林医生 啊 林医生 背对着门的小护士 几乎是跳了起来 王家也低着头 整理了一下帽子 才露出最佳笑容 嘲笑门口 凌然向几人点点头 问道 有情况发生吗 病人清醒了 小护士抢着枪 说过的信息 重复了一遍 清醒了就好 那咱们去查房吧 林医生 咱们先去谈话试看看吧 于远此刻满满的责任心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 第五百七十集 房间流传 最难缠的三类病人家属 依次为老师 医学相关从业人员 和小领导 而这名病人及其家属 可谓是三合一 困难程度三次方 就算是凌晨四点多钟 于远也觉得不可怠慢 凌然倒无所谓 好 那就先去谈话试 说着 他扯了一件新的白大褂 就率先转身出去了 走廊里 长长的笑声更加恐怖了 特别是 笑声并非是持续的 而是过一会儿 出一阵笑声 再过一会儿 又来一波笑声 小小的谈话室内 此时已经挤了不下二十人 病人家属和亲朋好友们 正聊得无比的欢快 陶主任 于远打了一声招呼 让出了凌然的位置 凌然 陶主任露出惊喜的笑容 底气更足 各位 这就是咱们的主刀医生啊 凌然零医生了 零医生每天都是凌晨查房啊 非常辛苦 一房间的病人家属和亲朋好友 皆以审视的目光 看着凌然 他们中有穿西装的 有穿夹克的 穿中山装的 还有穿白大褂的 脸上几乎都写着六个字 俺推不好惹 于员秉析凝视 马彦琳面色惨白 终于 还是站在正中间 身穿阿玛丝套装的中年大妈 咳嗽一声 缓缓说道 林医生 结婚了吗 有女朋友吗 你们都是病人的家属吗 凌然没有回答三连问的意思 转而声音沉稳地发话 带着早上三四点钟 深沉的二氧化碳的重量 我是病人的姐姐 身穿阿玛丝套装的中年妇女 打量着凌然 越看越是欣赏 凌然的目光看向其他人 我刚刚开始查房 还没有见到病人 你们有什么想法 谢谢林医生 李小宁身为病人的妻子 想着说道 我们没什么想法 只要能治好病人 我们家属 都是全力配合的 同样是医生 她太知道 惹怒医生的 七百九十九种方法了 再多一种 哪都是死 不像是家里的亲戚 现在还处于 朦胧参与的状态 李小宁 是经历了车祸 又经历了抢救的 她现在很清楚地知道 丈夫的病情 能够如此地稳定 有赖于凌然地 抢救治疗 因此 即使亲戚朋友们认识 多名老专家 老教授 李小宁也不愿意转院 一方面是 丈夫还不能离开ICU 另一方面 既然黄教授 都不一定比凌然强 那冒着风险转院 就是毫无意义的 事实上 大部分医院的主力医师 并不是年逾五十岁的 主任医师们 在精力体力不断衰退 知识不断更新的情况下 主任医师们 能够维持住往日的实力 已经都非常费力了 相对来说 很多资深主治和副主任医师们 更能有效地治疗患者 李小宁决定留在云医 自然对凌然笑脸相迎 她用郑重的表情 看看周围的亲戚朋友 自己先是端了杯水 递给凌然笑道 凌生来得这么早 还没有吃东西吧 我们准备了一点小零食 您要不要用一些 她的态度如此谦卑 周围的亲戚朋友们 自然就理解了李小宁的意思 一个个捧出各种早餐 有鸡蛋馒头小菜 有粥有咸菜 有豆腐脑油条 有豆腐包子和杂粮煎饼 凌然还没有说什么 于原的小身板 已经开始摇摇摆摆了 她的早餐 被咸鱼煮咸汤圆给坑了 现在还真的有些饿 很饿 来来来一起吃 李小宁将食物摆开 摆明了是让医生们先挑 陶主任咳嗽两声 林医生啊 李教授都准备好了 你就不要客气了 哦 好吧 凌然坐下 挑了一包牛奶 又取了一只包装严密的面包 默默地吃起来 林医生还是太客气了 身着阿玛丝套装的中年妇女 再次站了出来 用赞赏的目光 又是一套三连 哎 林医生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父母做什么的 有编制吗 李小宁受不了了 瞪大眼睛看过去 姐 咱们今天不说这些行吗 我这不是遇到了吗 哎 现在的孩子自己不操心 我们做长辈的能不操心吗 我的意思是 家园已经清醒了 这就是目前最好的消息了 我帮女儿跟林医生相个亲 对家园也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 林医生 阿玛丝套装之中年妇女的意志力 明显更坚决 哦 我要去查房了 凌然向来不在乎对方的意志是否坚决 相反 她即将要做的是正儿八经的事 阿玛丝中年妇女也只能笑了笑 让开路 趁着凌然离开的时间 续续地说 林医生啊 我女儿的条件其实蛮好的 不是我初A 她从小就是成绩最好的孩子 后来又考上了英国的硕士 英国硕士和国内的教学时间不一样的 但教学质量也很好的 直到凌然进入一间病房 耳边才清醒下来 于原重重地吐了口气 我也是硕士毕业好吧 硕士毕业和找对象有一毛钱关系吗 不好意思您好 我们来查房了 病人朦朦胧胧地被叫醒 看了看表 再看了看凌然和于原 疑惑地问 我这是贝格列佛游击了 于原抽出背后的平板电脑 啪啪地按了半分钟 无奈地抬头说道 还真是个于原老师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